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青年頻道, 我是大眼, 我是阿西 今天我們就要講一下這個乒乓球的女子團體賽 我們香港是戰勝了德國隊, 贏得了一面奧運銅牌 但是這場賽事就引起了很多人的疑問 為什麼德國隊的三位選手裡面, 有兩個是中國人? 而且看回今屆的運動會, 在乒乓球的這個項目上面 有很多外國的代表, 其實都是中國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我們稍後一起來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讚好留言訂閱 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以及將我們的影片分享出去 首先我們就來講一下, 女子乒乓球團體賽 我們香港隊又對著德國隊, 戰勝的一隊就會拿到銅牌 我們香港隊由李靖教練的帶領之下, 就勇奪這面銅牌 你說李靖是不是就是幫助我們香港隊拿銀牌的李靖呢? 沒錯, 當時李靖和他的拍檔高麗澤 一起在奧運的乒乓球項目上面, 歷史性地為我們香港贏得一面銀牌 我們香港的乒乓球隊, 距離上次拿到這個獎牌已經是17年了 這次我們香港女子團體的這三位選手, 有蘇慧欽、李浩晴和阿杜、杜海琴 他們三個就在這個銅牌爭奪戰上面, 就對著德國隊的選手 德國隊的三位選手裡面, 有兩位都是中國人 除了蘇茶不是中國人之外, 韓迎和善曉南, 其實他們都是中國人 這場賽事, 我們如果要計算百分比的話, 六位選手有五位是中國人 即是說這場賽事的83%血緣, 都是來自於我們中華大地的 還有杜海琴這位運動員, 真是要賺一賺他 之前女單的時候, 見到他對著我們中國隊的沉夢, 都是打得非常出色的 而且杜海琴, 還有一位外國的運動員 我們翻查他的社交媒體紀錄, 他就曾經在七月一號 即是我們香港的回歸紀念日, 今年的回歸紀念日 同時間又是我們中國共產黨, 成立一百周年的日子 在這一日, 杜海琴就在自己的社交媒體IG上面, 鋪了一張照片 照片裡面是拍著一面中國旗, 和一面俱旗 他就打了一句話下去, 是紀念我們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幾年的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得出, 杜海琴的這個行為, 是出自於他愛國的 我們眼見現在香港的運動壇上, 其實真是很少有運動員 夠膽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面, 去發表一些愛國的情緒 所以杜海琴真是非常難得, 真是要給他一個like 其實德國這兩個懷裔選手, 本身都是在中國出生的 而且兩位選手, 同樣都是在遼寧省出生的 而這個善曉娜, 在2006年至2007年期間 就曾經代表過新加坡隊出賽 其後就移居了去德國, 由2012年開始 就一直代表德國隊出賽到現在 他還曾經在2014年的冰幫球公開賽裡面 就曾經拿過女單的冠軍 而且還在2016年, 里約奧運裡面拿過一面銀牌 那韓營呢, 他就在2010年入至德國 而且他先生也是一個冰幫球選手 那本身韓營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他的雪球 大家有所不知, 雪球其實是冰幫球裡面 是最難學的一個球種 他自己小時候, 其實是學功球的 但在他爸爸的建議之下, 就開始去打雪球 而且打出一個好成績 另外, 雪球其實需要的體力是比較少 而且速度也比較慢 所以韓營自己也說過 如果他繼續打公球的話, 他就一早已經退休了 就是因為雪球這個球種 可以令他的運動生涯得以延長 除了德國隊這兩個球員之外 在今屆的奧運賽事上 大家都可以在這個乒乓球項目 看到很多外國的代表 都是我們中國人 是啊, 沒錯 其中一個就是代表韓國的田智希 他原本的名字叫田文偉 他是河北省出生的 他在2011年入籍了韓國 但他入籍韓國的原因很奇怪 他認了一個他爸爸的朋友做了乾爹 而那個朋友就是朝鮮族 所以他就說自己入籍了韓國 而且他對韓國媒體說 他每次看到韓國那邊太極旗 心裏都有份激動 還說現在中國隊裡頭幾名選手 曾經在小時候都是他的隊友 他還說他的目標是要打倒他們 但又很好笑 面對中國媒體的時候 他就說他從來沒有說過要打敗中國隊這回事 而且他自己也承認 他說以他現在的球技 絕對不可能打敗中國的球手 田智希有這個轉變 有可能在他小時候曾經有一位高人跟他說 太極加乒乓球有沒有想 田智希聽完這個高人這樣說 頓時茅膝頓開 對呀 我去韓國見過乾爹回來 再移民去韓國 可以整天對著他那面 令他的內心很溫暖的太極旗 去練他的乒乓球 那就不知道他的球技練成怎樣 不過移民到韓國都總算有收穫 因為韓國最出名的 就是他們那些面目全非拳 所以田智希 他站在奧運會的場地上 去作賽 最令人關注的 就不是他的球技 是究竟他去了韓國之後 有多面目全非 除了田智希之外 這屆奧運其實還有一位男選手 他本身都是中國人 他的名字叫張本志和 雖然他在日本出生 但其實他爸爸媽媽都是中國人 而且他媽媽還是國家隊的前隊員 其實他曾經擊敗了日本的頭號選手 水谷准 而且他當時的年紀還十四歲 不止 其實他曾經擊敗過 今屆奧運南丹冠軍和亞軍 馬龍和張繼科 而且網上有一條很紅的影片 就是在今屆奧運 有一個中國媒體訪問他的時候 他是日本人 當然有一個日本翻譯在 當這個媒體問他問題的時候 日本翻譯就翻譯給他聽 但是他第一腳開口的時候 竟然是用普通話對答 你說搞不搞笑整件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其實可以上網找這條片來看 很容易找到的 其實這個乒乓球的球壇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外國的隊員 其實都是我們中國人來的呢? 其實也跟我們中國國內 這個乒乓球壇太多敬人有關 因為由於敬人實在太多 所以競爭是非常之激烈 要入到國家隊 去代表國家出去作賽 真的非常之不容易 所以有些二線三線的球員 他們就另謀出路了 而且外國的乒乓球壇的水準 比較低 他們怎麼學都學不到 好像我們中國的水準那麼高 所以一旦 有我們中國的二三線球員去敲門 他們是非常樂意去接受的 因為起碼這樣做 他們還有一線生機 可以在奧運 或者是世界賽的大賽事上面 去為自己國家爭取一點點面子 另外還有些原因可能是分家問題 例如韓營 嫁了一個老公之後 就入了席德國 為德國去作賽 雖然這些華人運動員 他們不是代表我們自己的祖國去作賽 但有時候我們看到 在國際大賽事上面 他們拿到好成績 我們都替他們開心 接下來奧運 其實還有幾天就會完結了 我們中國和中國香港隊 都還有選手去競逐這個獎牌 我們希望接下來的賽事 我們中國和中國香港隊 都會有好成績 今天節目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拜拜